是,所以师尊曾经说过 就是说这个师公呢 他这一次收的弟子不多 可是他照理说修这个敬爱的这个佛母的法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弟子 可是因为他只要度到师尊这一个弟子 就等于拥有我们 五百万弟子 就有了这么多的 五百万的徒孙 徒孙都是他的这个归宜术下面的这样子的这个体系 所以这就是可以参考孤鲁孤立佛母的这个法门 那我们知道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面相 可是一般的人家上节目很爱看那种收视率还是会很高 就讨论这些首相啦脸相啊 人家分析会跟你讲说你哪边要加强啊 那是不是真的这个面相上面可以看得出 什么夫妻公啊 什么父母公啊 事业公啊 这真的从一个人的脸相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个在古代它就有蚂蚁像素 还有这个山庭像法 山庭 这个眉毛之上叫上庭 从眉毛到鼻尖是中庭 从鼻尖到这个下巴是叫下庭 嗯哼 就山庭像法 也就是这里代表出刚刚出生年轻的时候 这里代表中年 这一部分代表老人 老年的时候 那么眉毛呢 就代表兄弟公 兄弟有多少 从眉毛可以看出来 这边呢 就代表夫妻公 这个眼尾这里 颜色代表夫妻公 这笔头呢 就代表裁缅公 裁缅 对 这边呢 叫法令文 法令文就是说 你讲的话别人会听 法令文越深的话 就表示前世越高 哦 那么下靶呢 就代表奴仆公 奴仆 奴仆公 你下靶比较远的话 会比较得到 这个人的信赖 那么奴仆也会比较多 哦 眼睛 两个眼睛底下 就叫田窄公 哦 田窄公 你有多少田啊 多少房子啊 看眼睛底下 这边看夫妻 这边看兄弟 这边看你有没有财 有没有裤 有没有裤 这个下靶 这边看你的弟子多不多 看你的信众多不多 看你的这个观众多不多 是看这里的 哦 所以那双下靶好吗 耳朵这里呢 耳朵 看跟这个仁宗这里 是叫看这个寿命公 哦 寿命公 就是你的long life 或者你的life很短 哦 所以还是可以大概的 对 对 这是面相嘛 哦 那首相也对 对不对 对 因为 还好我有一点研究 或者你问我面相 我都讲不出来啊 师尊 您是专家 您不是有一点研究而已 还有这个修行人 是 他本身可以看气 看气 上观气色 那这个就只有师尊能够看了 那些一般的秘密老师不会 因为人 因为人的周围 他有一股气在 嗯 那个我们在科学上讲就是磁场啊 那一股气呢 它呈现什么颜色 就代表什么样子 是跟密教的那样子的颜色分法是一样 比方说它有 差不多 真的啊 比方说我最近财运好 会是黄色的气吗 会这样吗 是黄色的气 而且那个气本身来讲不能有粉浊 不能有粉浊 哦 像你穿现在穿黄色的这个好像衣服啦 嗯 表示你这个应该有财运了 诶 诶 等一下去牵乐头 那 黄色就在代表财运 是 白色 代表这个灾难没有 也是一个修行人 是白色的 红色呢 这个红色 代表是这个色召众生的 就是好像是说 像大桃花啦 中桃花啦 小桃花啦 都是换红色 那么黑色呢 就是比较有灾难的 比较有灾难的 灰色 黑色 都是比较有灾难的 所以这个有些仪器 是真的可以测出来 我们有些那种照相技术 都可以照出我们人的这个气场 现在有光气都有 还有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还有很多很复杂的 这个人本身来讲 他的命运走到比较复杂的 就好多种颜色都出现在他的身边 就很多种运气都会出现 所以师尊像 有时候会看看弟子的这个首相 据说这个手里头也会有一些记号嘛 假如说你有某些不一样的 因为我手上有一个记号 一般人来讲就叫如意螺 如意螺 如意螺的 像一个螺的形状 叫如意螺 另外中间有打一个时日 他说这个是灵光 灵的光 我手上有一个时日 是灵光 那么这个形象像一个如意螺 对 像一个如意螺的形象 如意螺的形象就是说 你不管你遭遇到什么灾难的事情 都会转为转为为安 转为为安 就是如意螺的所长 时日行 是代表你自己本身有修行 时日行 那所以 那外面的人 他当然是看了什么爱情线 事业线 对对对 寿命线 智慧线 就是这样子看的 所以会变吗 人的手的指挥 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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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 只要行善行恶 大善大恶 都会改变命运的 大善大恶都会改变命运 所以他所长的也会变 人的像也会变 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 所以师尊以前的耳朵 没有长这样子 一切都是在变化之中 以前我的耳朵很小 现在乐长这个耳垂 就到这里 希望再能够贴到这个肩膀 这样就活到千万年 我要去整形 贴一个猪耳朵这样子 就很长 耳朵垂肩 所以我们真的去对照 师尊以前的照片 年轻时候的照片跟现在 这就是一个佛像的圆满的像 我们判断这样子的以面向 取一个人的修行的境界的话 就可以知道师尊是真实的 不过人还是不可贸相 人不可贸相 海水不可用斗粮 有很多人本身长得很愁 但是他内在的修养很好 有些人面容很慈善 面善心恶 这也是不好的 是 不过刚刚想